大家好 又是我们的太阳星座对公理论 基于这个对公理论 所以太阳星座应该 而不是你会喜欢用什么油 而是你应该用什么油 而去达至中庸之道 去平衡心情 现在先讲太阳星座的金牛座 即是由每年的西历 4月21日到5月20日出生的朋友 我们这次的次序是梅花间族的说 我先介绍了太阳金牛座的性格 然后你去说有什么油适合他们用的 金牛座是说possession 去have一些东西 他想去拥有一些东西 因为他始终守护星我们叫金星 所以他很多东西里面 他看到那东西的好的一面 去看见那个漂亮的一面 所以说你知道 相对天杰座 天杰座是见到质的 所以是比较负面的 他是见到一些东西不好 但是金牛座就会见到好 所以见到他好才想不断去拥有 名牌啊 漂亮的食物啊 那些马卡龙啊 然后钱啊 是的 还有在他不断累積的过程 他想这些东西保持是不变的 是的 你有钱你都不想破产 很简单 所以他是喜欢一些东西 他要保持 维持 他很喜欢Stability 还有呢 他有一些东西是那个质量 他见到 有钱 100万 200万 一个名牌手袋 一架车 一架船 他见到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是什么手材佬呢 是的 还有我告诉你 金牛尤其是女孩子 为什么是女孩子 因为始终是金星主管 所以金星是一个很妙的 是最妙的 是最妙的 不要说是妙的 所以尤其是金牛女 是不会代博自己的 很懂得享受 赚钱是很懂得享受的 不会代博自己 是的 大家认识是什么意思 就好像不咬 我不是这个星座 大家认识是什么意思 你刚刚说是不是手材佬 我可以告诉你 总之金牛女赚钱 就不会代博自己的 就算没有钱 也不会代博自己的 好了 所以 还有呢 其实金牛和天杰 都是 那条 一个续心 就是说佔有 是的 但是佔有呢 金牛就是一个物质的表层 去佔有 很多世界的佔有 是的 是的 还有呢 其实你想想很多物质 都是想自己享受 是的 所以其实金牛 都很讲身体的享受 还有天杰两个 都是讲身体的享受 所以 一些感官的愉快 一些很sensual的pledge 例如性 金牛和天杰都是讲性的 但是天杰就更加讲性 但是金牛呢 有时候你做一些massage 做一下facial 这个呢 亦都会已经是令金牛很满足的了 是的 所以我们讲他们之间的分野 就是金牛呢 会比较是一个物质 表层 难听些说 会有时候比较肤浅 是的 那呢 他们那个性格态度方面 金牛他不断要去拿这些钱 累積很多钱呢 是很迟很缓慢的 好像是牛 你知道牛很慢的 是吧 很勤劳地去工作 所以呢 其实金牛的性格 我们经常都说是很慢 嗯 他是一个外懒 内都是慢的人 外懒来慢 是的 就是很chill 但是我们基于一些 负面的特质 如果他彰显了 就是说 他很害怕改变 因为刚才都说了 他喜欢一些东西 是很stable的 很害怕改变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很多人都说 金牛是很固执 固执 一定是 一定听过很多人都说 固执 不喜欢改变 没有什么弹性 所以 长期就会令到自己很缓紧 没有什么弹性 不喜欢改变 就是这样 就是失愈了 所以 金牛会 一些什么的精油 去令到他们保持平衡呢 刚才你说 很缓紧的状态 很多时候 如果太过 固执 或者是 处于很紧张的情况 其实身体上 都会有 这个 有少少毛病 就是 可能 呼吸度 或者压力 因为困得自己太多 对了 有一些压力 很固执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个 尤加利 尤加利 或者是 安鼠 这样的植物 是可以 给他们 因为 刚刚都说过 或者是 柠檬的状态 有压力之外 可能 诱发了 他们 呼吸度的健康 或者喉咙的健康 那 尤加利 是 给 气管 或者是 呼吸度 舒缓 完全对 完全正确 因为在鲜声学来说 我们说医疗鲜声学 金牛是掌管 任何这个部分的东西 塞线 扁桃线 喉咙 这些全部都是金牛掌管 颈部 还有 你知道人们可能颈部很紧 肩膀 肩膀 完全就是 那这个 可不可以用来按摩 这个可以的 可以 你现在 滴底油 之后 去做抹击 舒缓 这样 可以用来 尤加利是不是 那些 樹红食那些 应该是 是不是 樹红食尤加利 是啊 哦 哦 这个 完全就是 澳洲的人经常买手信 就会买这支油 是的 尤加利 上面这些消息很吵 是的 那之后呢 就是 你说他 很固执 是的 不懂 变空 或者在自己的框框 他很喜欢一个形象 是的 他很喜欢一个形象 是的 他很喜欢一个形象 要看到这个东西 那样东西 存一块钱 是的 那我就觉得 有一只就是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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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可以走到一些更加深刻的层次 不要那么矫层 是的 他踏出一步 更加好一点 是的 好 然后 介绍了金牛 应该用什么油 是的 金牛 用什么油 好压运 好了 现在呢 就是天蠍用什么油 天蠍就是西历 十月二十三二十四号出生的那些朋友 至到 十月二十一二十二号出生的那些朋友 是的 那 就是我们相对 金牛 就是 他要去 擁有一些东西 擁有一些东西 擁有的相反就是没有 是的 天蠍是说破坏一些东西 因为他的古典主席是火星 火星是说一些战争 去冲突 是的 还有天蠍是长官死亡 但是我们经常都说先死而下 很阴暗 是的 你有死亡才有重生 所以你就是要去 令到那些东西没有了 再变回有 嗯 是的 破坏才有建策 哦 其实也挺切合 我有认识过 朋友 他是天蠍的 天蠍 天蠍了 其实也挺适合他 他想法是 比较 陰沉 负面 负面 甚至方腐 是的 我以前男朋友 很毒 所以他就会说 我是比较乐观 很开心 那些毒舌 是吗 是的 而且就算他有时不是特意去哪里 但是总之有很多放腐 所以总之 我想说 天蠍 就算你不是特意 但是很多时候 算了 我记得了 你们经常说话 都开口盯着你 你怎么知道你们经常说话 其实没有人喜欢听的 这么丑 是的 你们经常说话 总之会令人听到不舒服 无论你是直接指出别人坐着 或者是指别人坐着 你们太负面了 是的 所以有些人就说 其实 你不会想和一个负能量的人 去做朋友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刚刚所说的 或者开口盯着你 我妈是天蠍 我妈是天蠍 每天都是放腐 每天都是说人不好 我真的很害怕我妈 我是乐观射手 你明白吗 一个乐观一个悲观射手 是很辛苦的 我超不 超不做天蠍 例如我有个扣帽是天蠍 但是她会把她的minus 包装得很搞笑 有时有些minus很搞笑 那些我会 而且始终我不是天天见我扣帽 但是我天天和我妈相处 很辛苦的 天蠍 麻烦你们管好自己的嘴巴 真的管好自己的嘴巴 而且要想到正面一点 正面一点 太苦了 是啊 真的 所以 有和毁灭 死亡 很阴暗 而且我们也说了 今后是见到beauty 你也是见到Ugliness 所以常常都觉得 这些东西不好 永远看人是看不好 十字手指的详终 只是看人 寄人的坏东西 天蠍 记忆很好 很多水性 相如灵界 相如有些是准准的 但是巨蟹 巨蟹和天蠍记忆是超好 我是上升巨蟹 我连幼稚的东西都记得 我连老师叫什么名字 她的发型 她的样子都记得 或者不会得罪我 我记得你成小 但是 我和你的星座比较近 我也是记忆力 真的很厉害 我幼稚园 坐我旁边 在哪里我都记得 是啊 我连同学名字 Jeromy 上课放屁 我全部都记得 真的 我最近 我最近 和水性星座的朋友 见到一起 伤员说 为什么你经常都记得 这个我完全不记得 但我和我的巨蟹 我是上升巨蟹 太阳石头 但是我有个太阳巨蟹的朋友 全部都记得 一清二楚 是啊 我这些朋友经常都说 你这么疯狂 你这么久之前都记得 是啊 还有天蟹也是很强 但我们经常说 天蟹记手是真的 天蟹呢 报不报复 是另一回事 基手 他记得 他没有一定报复 但是天蟹你得罪过他 一定记得 但是你对过他好 他都会记得 我现在给你们一些资料 他们的记忆 尤其是 一些东西是勾起你的情绪 不一定要记人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你勾不起你的情绪 但当一些东西勾起到天蟹的情绪 无论是恩怨情愁 爱恨黑白 他记得你一生 如果是好的 他好的便报答你 但如果他真的坏 他坏便报仇 所以那些记忆是很强的 所以说完金流是stability 所以天蟹就是 他喜欢要转化 他不是注重表面的物质 而是注重内容的内容 所以在那个佔友 和那些相处 那些感官的pleasures之间 他不是注重很superficial的物质 他是那个灵魂深层次 是很激情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跟天蟹去搞事 这里的观众都十八家 跟天蟹搞事是一个灵欲合一 是很激情如火 他内内是很激情如火 还有很多人经常觉得 天蟹 这个社会始终都是 男尊女卑 或者什么都好 我现在注重说天蟹男 很多人经常说 天蟹男很喜欢去 发生性行为 很激情如火 但是我又给点资料 给天蟹男 因为天蟹男 是专一的 对吗 这些 其实说得专不专一 就是看每个人的chart 但是我现在说一个 再表现一点的theory 就是说 如果天蟹男 认识你 他想跟你去发生性行为 其实不是说 一定是他很可爱 但是他是透过那个性 去了解你 有些人透过聊天 有些人透过聊天 去了解 有些人透过旅行 去了解 天蟹是透过性 去了解 所以不要马上把天蟹男 跟你发生性行为 归类为色 好 性格方面 天蟹外表也是冷冷的 但其实它里面的火 是火山来的 很强的 所以如果金流是很磁缓的 天蟹就是很强烈的 而且它里面是很敏捷的 但它表现出来 可能有时候是冷冷的 会放冷战 会毒舌 但是好像我大国母 他就会会很快 但是深入 金流是冷是慢 天蟹是火热很快 所以有没有一些蒸油 是适合它们的 如果是适合 你看你这样说 富能量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是需要 一些正能量的蒸油 这个就是黑云铲 它就是北极光 给一个很动力的铲鼠 它的名字挺厉害 Northern Lights Black Spruce 北极光黑云铲 我听Carrie说 它的正能量 它的频率是很高的 首先 你在北极 看到北极光 不一定是北极 就是在北欧地方 不一定是北极 但是你想想 冬到什么 然后你拿回宇宙的那些 哇 这么厉害的光 就很旺 黑云铲 所以我听到这个 我觉得哇 有声 还有问一下是香的 是的 这个我是很喜欢的 你想想 你在地上才看到北极光 还有北极 你想想 天寒地冰天雪地 在一个这么黑暗的地方 你去拿回一些正能量 一些宇宙的光 你去拿回来 靠近 你去拿回来 你想想 整件事是很合天杰 这个 北极光 北极光 黑极 我觉得Carrie推荐得 推荐得 真的会很贴迟 很贴迟 很贴迟 因为他有些 想法很负面 很负能量 或者经历了一些 创造的话 那些人是用不极光 我觉得是对他的 精神 或者是能量 会提升 所以是很好的 而且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 因为天气已经是 黑到底 因为我们是叫 一个固定星座 还有水 还有天气 其实天气开始 已经是天气开始冬 开始冬天开始 那我们如果是 一个不动的 不动的 水 其实是一个无底深探 或者是冰 冰封了 所以你不是普通阳光 你闻一些花花 令你开心一点 我觉得没什么用 那些太贴迟了 你要是一个 都是冰天雪地 那些这样的光 去温暖回来 是 那种光 那种光 很厉害 好了 这个是適合天气 还有没有呢 还有一个 是Pachol 叫广房香 嗯 Pachol 对 其实它是平衡的 嗯 对 平衡 对 对皮肤也很好 对 因为可能 我估计太阴沉 人都比较灰灰的 嗯 所以其实Pachol 对皮肤也很好 之后 它 可以有一个中容 就是刚刚所说的 去平衡 我不喜欢就不喜欢 对 对 我又不是天蠍 哈哈 但其实我是月亮天蠍 对 所以是很适合的 对 都是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带回它去平衡 嗯 嗯 好 现在就介绍完金流和天蠍了 我们可以说再见了 好 下次见了